政府採取嚴謹的外防輸入措施 就坊間的一些疑問 就讓我和大家一一拆解 現在所有由外國抵港的人士 必須在酒店隔離14天 期間不可以有人探訪 也不可以外出 由內地、澳門或台灣來港的人士 就要在指定地點 包括家居接受14天強制檢疫 所有來港人士要在機場做病毒檢測 等結果知道是陰性才可以離開 而豁免人士就要使用點對點交通離開機場 不可以搭公共交通工具 在家旁期間 同住的家人必須保持個人衛生和戴口罩 和檢疫人士保持距離 親友亦不應該到訪 事實上由內地來港接受家居檢疫的人士 截至現在都是零確診 政府會繼續嚴格把關 減低輸入個案傳入社區的風險 既然不互好 既然不必是在复制